天气方面来关心最新各国模式模拟显示 9月初台湾东方沿海有热带扰动发展成台风的迹象 目前路径预测欧洲跟加拿大模式模拟图显示 未来它会在琉球东侧北转 而美国的模拟图则是在琉球西侧距离台湾较近的位置北转 是否会对台湾构成威胁还要再密切观察 另外周四到周六受到东北风的影响 预估北台湾的气温会逐渐的下降 中南部的温度也会稍微下降一些 但整体仍然偏热